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賢 我很感激你 這次幫我約語齊出來 不過我希望你好人做到底 等一下我會用買東西 當作借口安排你離開 如果你不答應的話 一萬塊就還給我 我iPad都買了 那有錢退 可是文哥會不會對語齊怎麼樣 怎麼樣 東西飆到了嗎 到底怎樣 不要到了 不要到了 周賢 你不覺得你這樣常常買禮物給小倩 談戀愛 談到都快要破產了 這你不懂 你看 小倩說我是她的寶貝 親愛的周賢寶貝 天氣漸漸變冷 晚上要記得多穿件衣服喔 愛你的小倩 所以呢 所以呢 生我小倩的寶貝 當然要對她好一點了 這不是一定要的嗎 最好是啦 哇 這麼貴啊 小倩 周賢寶貝 有看到我說的那款iPad嗎 有啊 那你覺得怎麼樣 這種款式不錯吧 雖然有點貴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 而且我的錢已經存得差不多了 再過一陣子應該就可以買了 好喔 妳也不要太晚睡喔 祝妳有個好夢 晚安 晚安 周賢寶貝 拜拜 拜拜 倍策 奇跟何潘朝 曳曳援縣有 襲為長家女 combustion違當始賦 當之心不歸 空窗難獨守 各位同學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跌站 跌站了 請抽血 妳會睡得太誇張 老師 對不起 謝謝 上個專心點 先去洗八臉 請妳來再回來 謝謝老師 好 各位同學 我要拿一塊雞排 你真的不這樣 對不起 妳不是要減肥 還吃這麼多嗎 去 趕快去 秋明 不要 我自己都吃不夠了 不拿與其的 雞排看起來很好吃 雞排看起來很好吃 周寫 你幹嘛偷我的排骨 大家都這麼熟 幹嘛這麼計較 再怎麼熟也不可以這樣 謝了 說 你這次又要送什麼禮物 給你女朋友了 連午餐 連午餐都要省 連午餐都要省 妳怎麼知道 拜託 我和你從小學認識到現在 只跟妳一個人說 妳看 這款iPad超讚的 嗯 如果妳收到妳男朋友送妳這麼炫的禮物 應該感動到不行吧 感動是感動 可是 這個iPad這麼貴 你怎麼買得起 你怎麼買得起 光靠我的零用錢跟餐費 當然不夠啊 可是我想 加上我打工賺來的錢 應該就可以了 你擔什麼工啊 就有一個網友介紹我到網咖 練等升級 工錢還不錯 只是必須要熬夜就是了 難怪你最近精神不太好 上課還常常打瞌睡 但是 你這麼晚還跑去網咖 你爸媽都不知道嗎 還好 他們最近都到比較遠的夜市 去擺攤 只要趕載他們回家之前回家 就沒事了 可是 你這樣值得嗎 值得 這是我最甜蜜的附和 可是我還是覺得不太好了 妳不用擔心 但是妳要幫我保守這個祕密 好 老師對不起 我忘了寫作業 明天一定補給妳 謝謝 阿德老師 妳在笑什麼 就是我們班那個金周賢 他作業忘了寫 竟然還寫起頭跟我報備 你看 真的很天才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講才好 媽咪 這個周賢 最近上課好像不是很有精神 老是打瞌睡 妳可能要多注意他一下 他最近的成績 好像的確有退步 我真的應該找個機會 好好跟他聊一下 好 周賢 你還不能走 你今天只是生 我都忘了 還不趕快去插一本 雨淇 拜託一下 我要趕快去網哥收錢 今天你幫我插一下 謝謝你 拜拜 好 雨淇 今天那職日生 不是應該是金周賢嗎 怎麼是妳在插黑板 因為周賢有事 所以他要請我幫忙插黑板 這樣 那辛苦妳了 雨淇 老師記得 妳和周賢的感情 滿好的對不對 對 我和他 從小學就認識了 那妳知不知道 他最近是不是 遇到什麼事情 因為老師覺得 他的表現不如往常 我和周賢的感情 我和周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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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工作不錯吧 謝謝廣告的幫忙 如果可以繼續下去的話 很快就可以幫你朋友買愛菜了 這裡 美芬 莫沈 美芬 我 我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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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賢 妳不要怪語氣 是老師硬逼她帶我來找妳的 妳 其實我很欣賞妳 為了追求愛情而做的努力 真的 好浪漫 好有男子氣感 可是 妳卻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方法 老師 我也是靠自己的力量 在妳打工賺錢 可是妳也應該量力而為 老師並不認為 荒廢學業 熬夜 打工 是適合妳打工的方式 欣周賢 妳才十五歲 半夜不回家留在網咖裡 這樣對嗎 而且一般網咖在十點以後 是不准讓未成年的人 來店裡 這間店 明顯違放 所以老師希望 妳可以放棄這個打工 而且我們也可以讓妳爸媽 知道這件事情 謝謝 教授 妳聽我說 我帶老師去網咖找妳 是真的想要幫妳 幫我 我 妳是幫倒忙吧 如果不是因為妳不守信用 保得密密講出去 我就不會被爸媽和老師罵 也不會失去打工賺錢的機會 我告訴妳 我以後再也不會相信妳了 好嗎 綠希 妳先不要這麼難過 我想她只是這樣氣壞而已 等到她冷靜下來之後 妳就會明白對她這種習慣 好嗎 好 來 黃哥 你怎麼會來學著我 當然是要好看她告訴妳 走 喝飲料 黃哥 你知道我有什麼事 最近我媽媽管我管得很嚴格 又跑我溜了去網咖 所以我不能太晚回家 好 那我就長話短說 我知道你還不夠錢買iPad 只要你肯幫我一個忙 我就把錢借給你 真的假的 謝謝文哥 那你要我幫你什麼忙 我想要你幫我介紹 當初跟你們老師 一起來網咖的那個女生 你說語淇嗎 對 幫我介紹跟她認識 這樣不好吧 對 有什麼不好 我只想約她出來 唱唱歌聊聊天 我不會對她怎麼樣 可是我又不知道 她想不想認識你 我想認識她這就夠了 這是一萬塊 那你幫我約到她 再跟我說 我沒有錯 Come lighting 你又不是 你的 這是 不知道 Compare 很多 patent 我到底該怎麼做才好呢 我覺得你不能收這筆錢 你不會收的錢 然後介紹語琦給阿文 這樣感覺很像皮條客 有這麼嚴重嗎 這筆錢又不是偷的 也不是搶的 只不過是打個電話 簽個線而已 為什麼不能收 可是語琦會願意 跟莫少年做朋友嗎 而且他今天早上才 剛剛你吵過一次 他一定不會答應你的 語琦一定會答應的 他跟你是好朋友 而且他現在也一定為了 出賣你的秘密的事 等到愧疚 他為了迷補你 百分之百會答應你的 他不會 會 他不會 會 你們兩個講得很有道理 我到底該聽誰的 周賢寶貝 星期六是我的生日 記得跟我一起切蛋糕喔 屬於你的公主 小倩 不管了 還是愛被比較重要 報告 進來 老师 谢谢 雨琪 什么是你这么开心啊 是不是金周贤跟你和好了 对啊 昨天周贤他主动打电话给我 约我今天去唱歌业 真的啊 那很好啊 那就你们俩去唱吗 好像还有几个周贤的国小同学吧 这样啊 那你们去唱个事情 有跟爸妈报备过了吗 有 都说了 很好 就祝你们唱得愉快了 小心啊 快点回家 好 谢谢老师 快点 快点 我今天要什么比我们的歌 来 唱什么歌 先点东西去 女主角先 来 雨琪啊 来 你要吃什么喝什么都跟我说 今天我醒客 你先点 我待会再点就好 帮我点个水 好 我先帮命干点个水 好 怎么没有跟我说 这我一个女生 对不起 老师忘了啦 这样很奇怪 我想先回家了 好啊 雨琪啊 你怎么才刚才叫我走啦 因为明天有英文少靠 我想要先回家念书了 可是你一首歌都还没唱 对嘛 唱歌啊 快听过你的声音 可以上成面子 唱歌啦 都没听过你的歌声 快 唱啊 快点啊 好 唱什么歌 那就唱 仰望 仰望 一首歌牙抱 好 你走一下 好 让你走 鸡兜显 阿冠说他刚肚子不太舒服 可不可以请你去帮他买个药 对 我去买 我跟你一起去 来 去哪里 哥都帮你点好了 唱歌 周晴 快点 他肚子很痛 你没看到 快点去买 快点 快 快点 你赶快去帮他买 快点 快点 你刚好来 找到了 12308 仰望 找到了啦 12308 周晴 我很感激你这次帮我约雨琪出来 不过我希望你还能做到底 等一下我会用买东西当作借口 安排你离开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一万块就还给我 我iPad都买了 那有钱退 可是文哥会不会对雨琪怎么样 过来 去哪里 你不要过来 我跟妳讲 你叫破红也没有人来救你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乱动 周晴 周晴 你在哪里 周晴 不会的 不会 一定是我想太多 说不定雨琪根本就没事 还玩得很开心呢 一定是这样 没事 一定没事 但是我如果就这么走了 也太不顾朋友道义了吧 毕竟他也对我很好 不要到了 也不要到了 谢郎 不对 会弄成现在这样 都是雨琪害的 如果当初雨琪没有出卖我 事情就不会变得这么复杂 你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好 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我好朋友是不会出卖我的 不管他了 回家 周晴 你怎么还没走 我正要走 你们两个都要回去了 当然不能妨碍阿伦 把幼稚妹的计划 好 好啦 郭仲胜 快点回家 不然顺悦未会会遇到怪叔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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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 你看他打我 等一下 打我 走 有这五个小时 今天不回家 完了 稳哥真的想欺负雨琪 雨琪有危险 不行 我不能把雨琪一个人留在这里 可是我一个人要怎么救雨琪 老师 有救了 老师 我是周晴 遇求危险了 你赶快来KTV救她了 中豪的这一家 你要快一点 小大人 大声话 如果朋友做不好的事情 我会及时纠正他 并且告诉他自错样能改 如果我的好朋友做不好的事情 我会适时地劝导他 另外一方面 我会寻求老师的协助 我会先告诉他 这么做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他还是不听的话 我就会告诉老师 对啊 昨天周晴 他嘴重打架给我 约我今天放学后 一直去唱歌也 真的啊 那很好啊 早就去 你还可以 来 来 来 你们快来KTV救她了 中豪的这一家 你要赶快 你要快点哦